我們要複習一下動畫的部分 做一個簡單的機械被拿取物件的動畫 所以選擇蹦 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個樣子的東西 這樣子的蹦 骨架能夠運動 我們之前講過 動畫這個東西我們需要 控制器 不然的話呢 動不了 還有呢 現在這個長短 如果你不喜歡怎麼辦 也改不了 動不了怎麼辦 這部分的修正 做完以後要改 Animation Phone Tour Phone Edit Mode 這樣子才能改 這樣我就可以修改 它彼此的長短關係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會顯示這個是 2016才有的新功能 我這樣子就可以修改它的長短位置 好 你看 然後我在這裡 等一下再用這邊 我先把這個講完 另外呢 要能夠控制骨架 我現在離開Phone Edit Mode 好 能夠控制骨架呢 我們要用 iK Solver Animation iK Solver的 Hi Solver Hd 後序再講 我們先看Hi Hi就是這個 逆向關節結算器 它才能夠做這件事 那它的面板在運動控制面板 打過來一點 好 然後 我們的這一個 拿起來一些 這一個東西 你應該會看到裡面有一條 細線 這個組成的區域 叫做iK Solver Plan 那它的Sweeple Plan 那Sweeple Angle呢 就是這個東西 你插腰 手插腰 然後手肘的擺動 就是這個 好 那這個是有這個控制 那 所以如果你要用骨架這樣整個人 所有的關節 都要額外一個控制 這個角度的控制器 然後 不同的關節 腳尖到腳掌 腳掌 腳踝到大腿 都要有逆向關節結算器 所以相對來講 架起來很複雜 所以我們的 角色動畫課程 因為MAX有 Bipad可以用 所以我們還是會以這為主 但是我們先 先簡單的還是要了解一下 Bone的功能 好 那這個是事後去做 HISolver Animation iK Solver HISolver 那就是選 紫物件最初一個 然後點到副物件 或點到這一個 也可以 看你要連到哪邊 那如果你想一開始 我已經知道我要 HISolver 那我就直接在這選 就好 好 就會一開始就產生 那這樣我就有 一開始就有 這個控制器 好 那 這個呢 像個骨架不好看 所以我希望它好看一點 一起調整 好 那機械背應該是窄一點 或是寬一點 可以 這個條細一點 這個條大大大 像這樣 好 比較像機械背 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開啟騎片 讓它有一些變化 長相上的變化 那騎片又分成 前騎片 後騎片 和左右 好 那 我開背 這一節最前端 我就都不看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 看起來很混亂 好 那前面這一顆是什麼 它的end 這邊你要做東西也可以 不做東西也可以 我們可以利用甜甜圈 好 做個甜甜圈 面數少一點 大概 4 5 6 結數再少一點 有那麼多結 打開 好 這樣子我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有兩端 我可以這樣子控制 一邊正的一邊負的 我就會得到一個這個結果 只要數字一樣就會是這樣 那 這個呢 Auto 對齊 端點 Pivot對 Pivot對到 再能公辦一下位置 好 好像做個小微一點 好 除一些 OK 好 那這東西只是做個示意 就是有個 有個 夾子樣子的東西在這裡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好 還有呢 對齊的時候 順便選一下 那 不是這個走 Rotation 不是這個 這個 看一下 這個 OK 然後轉90度 就會跟我的機械手臂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再對齊回去 因為我剛剛對的時候 這個角度現在就不要對了 好 那移動 到了這裡 移動就要變成用 Local 軸 因為這個東西是斜的 才能夠這樣控制 好 我現在一次講這些都是 呃 把好幾個應用合在一起 好 那 那 這一根 另一根 在 手背上 那這樣子呢 將來我帶動 iCase Over的時候 就有個前端 就有個夾子 好 那暫時可用就好了 好 所以我現在得到了一個像 機械被解構的東西 我們還需要 好 幾個好看一點 讓它好看一點的物件 呃 我使用倒角圓柱體 你看 好 這樣子做 比手背粗一點 再做一點變化 右鍵轉Poly 再讓它生成一點變化 好 那我選這個面 如果你選到的時候 看到是這樣 表示你按了F2 F2 會切換面的顯示 F3切換這個顯示 F4切換 這個實體顯示的時候 還有線架構 不小心動到 再來一次 這邊一起選一下 做一下Insert 0.5就好了 OK 打勾 換選下面 都有選到 再一次Insert 0.5打勾 然後上面再回選回來 Dable 向內 縮小一點 好 那我就有這樣機械結構的 東西在這裡 就比較好看 好 那這個東西還沒有完成 因為你要看一下 它的Pivot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會造成我們對齊上 有一點困擾 所以 Hirarchy面板 Hirarchy面板 那F3Pivot only Center to object 把它物件重新 好 那做過Pivot的調整 如果還記得之前在做飛機做人物的時候 都要注意的 做過這種Scale頭的調整 Edit Transform Toolbox 開出來 旁邊這個Esset S4按下去 那這個資料就固定下來了 好 按著Shift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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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算了 再放下去就太大了 那這裡要大顆一點就把它放大一點 這邊中間 這邊小一點 那做過的話呢 多做一下Esset S4 然後 以後不想看到這個視窗這個把它勾掉 那這樣子就不會再出現那個視窗 好 所以再對齊一次 Pivot對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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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通通連上 都在關節點 然後選擇Link 大顆的根大根的 第二顆跟第二根 第三顆跟第三根 好 可以選IK-SOVER 移動看看 如果你覺得IK-SOVER那個太小不好移動 直接縮放 這個十字的大小是直接縮放不會影響 那就可以操作 好 那當然那個手掌的地方 機械手掌的地方 可以改進 不過我們就先做到這個樣子 好 那同學 基本上你是做成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都是額外的我們的變化